灵异播客 每一间大学都有一个鬼故事之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个故事来自本地的一所大学 小忠是本地某一所大学的一年级生 由于家乡住得比较远 他只好居住在大学提供的宿舍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 打从搬进宿舍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很不喜欢在自己的房里温习 所以他每天都会在午觉后 到图书馆温习课业 考试即将来临 小忠格外地努力争取时间温习 就在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 由于图书馆已经关了 他逼不得已 在图书馆外面的一个庭院继续温习 当晚在那里溜达的人并不多 偶尔也就一两个人经过 而这正符合他的心意 少点人就代表 他能够更安静地专心温习了 也许是太过专注于温习 他根本没留意到一个马来同学 突然坐在了他的前面 他当时也没多想 只是礼貌性地跟那个人打了声招呼后 两人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了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 过了一阵子 小忠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同学 他突然觉得 那个同学的神情跟平时不太一样 他的脸看上去显得很苍白 而且还一副木讷又冷酷的表情 不过小忠也没多细想 继续看着手上的笔记 玩着手上旋转的笔 不料因为旋转的力道太大 手上的笔被晃到地上去了 小忠立刻弯下身 想把笔捡起来 就在他弯下去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魂不附体 坐在对面的马来同学 竟然没有下半身 也就是说 一直以来跟他面对面一起温习的 只是那同学的上半身 明明已经被吓得全身颤抖 小忠却被逼强装冷静地 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临走前 他强压着心中的恐惧 一脸若无其事地 跟那位同学道别道 同学 已经很晚了 我很困了 想先回去睡觉 再见啊 说完 他便匆匆忙忙地转身离开了 这时候 那位马来同学 抬起头冷冷地说道 你真的想睡觉了吗 还是你已经知道了呢 我食肌 我养肥 吃肥 我养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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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养肥